盟城华人网为您播报 今年春天 加拿大健康部将公布等待已久的 国民健康饮食指南 这个新指南将挑战我们既有的对食品的认识 比如 据透露出来的信息 奶制品将不再单独列为一类 不再建议喝成汁等 请听盟城华人报的报道 加拿大国民健康饮食指南将有大变化 加拿大第一个国民健康饮食指南发布于1942年 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 那个时期 国家的食物安全比今天重要很多 当时制定饮食指南的目的 是为了刺激加拿大的农业和乡村经济 那个指南把食物分为六大类 而不是今天的四大类 从1942年以后 国民健康饮食指南只是做了些许调整 把水果与蔬菜合并 把鸡蛋与肉类合并 除此之外 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 目前的健康指南分为四类 蔬果 面食 奶类和肉蛋 这些年 在加拿大没有改进国民健康指南的时候 美国每五年系统的修订他们的健康指南 从1943年的Basic 7版本升级到了现在的Mi Plate版 美国农业部将在今年宣布更多的变化 而加拿大目前这个版本已经12年了 修订的周期长且变化小 同时 一些欧洲国家 还有日本和中国 都在使他们的饮食指南与时俱进 很多国家的食品指南主要是提倡营养成分 不像加拿大这样推广食物类别 加拿大现在有意赶上世界上的步伐 从透露出来的信息看 食品指南不再是为了激励本国的农业 而是为了满足我们更好生活质量的需求 因为现在加拿大的农业更多元化 更多不同族裔的移民 不同的文化 影响着食物的选择 改变饮食习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尤其会影响到一些多年来形成的 与饮食习惯相关的产业 如果真如健康部透露出来的信息 要做改变的地方 那么蛋白质的供应商将受很大影响 奶制品业在加拿大的经济中 占有很重要的一席 该行业每年花费八千多万元 做推广宣传 鼓动人们多喝牛奶和食用奶类制品 目前的饮食指南中 奶制品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一席 通过奶制品供应系统 从供应学校的牛奶到多种活动中的奶制品 奶农们得到了长久的支持 但是 随着三个贸易协定的签署 加拿大开放了奶品市场 市面上的很多奶制品是来自国外 新的健康食品指南不再把奶品单独列为一类 不再用饮食政策来支持奶品行业 在新的健康饮食指南中 将不再建议喝橙汁 目前健康指南建议 每天饮用半杯100%纯橙汁 来代替人体对蔬菜水果的营养需要 新指南将建议人们用喝白水来取代饮料 批评人士认为 即使取自纯天然 橙汁中的含糖量也太高 远远高出了人们通过食用水果所摄取的糖分 人体对橙汁中糖分 与整个橙汁中糖分的消化是不同的 吃整个橙子 由于有纤维 人体对其中糖分的吸收比较慢 而没有纤维的橙汁中的糖分 进入人体后就是一剂强烈的胰岛素 而血液中过量的胰岛素就会诱发糖尿病 并且橙子的纤维对人体有饱腹感 而橙汁则没有 并且橙汁还可以刺激食欲 新的健康饮食指南将注重营养安全 将为加拿大人提供一个更好理解的 更有利于健康生活的指南 以上文章摘自蒙城华人报 谢谢收听